刚刚重点,第一个按右键插入这个制定表单 然后在这个表单里面呢,我大概修改了第一个是这个表单本身的caption 这个可能要找一下 第二个的话就是下拉清单里面的这个字型 字型大小大概改成14号字,这两个都一样 然后处理两个事件,一个事件是当表单,所以表单点两下 它会click,把它改成什么?改成Altivate 也就是你点两下 因为它那个启动的部分,比较不容易找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先click,然后把click改成Altivate OK,这个方式的话比较...因为你没法说去直接执行那个Altivate 除非说你先选click,改一下OK 然后呢,就在里面呢,当它启动的时候呢,把那个 A1到D1里面的资料 把它放在清单里面去,就atitem 然后呢,再来就是 处理第二个事件,就是当combo box1 指的就是说这个combo box,这个里面改变了 就是说当它怎么样 当它点了其中一个的时候 那我就是判断一下,到底它点了这四个里面的哪一个 如果它点的是中月份的话 那帮我 放什么呢?就帮我把这个清单的资料 放到combo box2里面去 OK,各位可以看到 但是可能要注意,就是说你放进去之前要先把这里面的清单先清空 如果没有清空,它便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 OK 好,那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处理两个事件了 那 不过最后的话,当然 还需要做几件事啦 当然如果我希望说 可不可以直接帮我把这个中 1月直接就放在资料这个G1这边 也就是说我们将来 这边的 这个清单,假设不要的话 甚至你可以把它恢复 恢复成资料里面,资料验证 本来是任意值嘛 你先把它改回任意值就可以了 OK,然后按确定 就是不要有下拉清单 那我们就变成说 把刚刚的那个下拉清单的任务 就交给什么?交给这边来做了 也就是说呢,当它执行的时候 那我希望选了其中一个 选了第二个 自动帮我把这个的资料 甚至这两个资料 通通放在这里面 诶,有没有 那该怎么处理 所以再来的话你可能就是要 思考一下 程式应该写在哪个地方 它才会按照你要的效果做 所以呢,理论上应该是写在哪里 应该是选了一个 选这个 所以哦,选这个是combo bus 1 change的时候 那就放这个清单 那这个是combo bus 2 里面有个事件叫change 所以当它change change的话意思说 点了其中一个 那我们理论上应该在 在这个地方写 然后把这个资料 OK,把这个资料 干脆放在这里 这个资料呢 放在这里 诶,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两个资料转移过来 那转移的方法的话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转移的话 那首先当然你要知道事件写在哪里 写在这里 所以快点两下 那再来的话呢 这边就会有一个combo bus 2 change的一个combo bus 2 下面那个下拉清单 change 当它里面资料有改变的时候呢 那我就做什么呢 我就把combo bus 1里面的资料 放在哪里呢 放在g1里面 combo bus 2里面的资料 放在g2里面 那程式该如何写 其实还蛮简单的 如果你要把资料复制的话 首先第一个 我要把combo bus 1里面的资料 所以你就可以这样 combo bus 1 combo bus 1 然后我就拿这边 combo bus 偷懒一下 combo bus 1 里面的资料要点test 放到哪里去的话 特别注意哦 放到哪里去的话 请记得把你要放的位置写在前面 后面是资料来源 也就是你这个是你的资料 那前面的资料就是你要放 不要放这里 这里的话叫什么 range 有没有range range g1 所以你就写一个range 这个储存格叫range g1 也就是说呢 帮我把那个什么combo bus 1里面的资料 帮我把它复制一份 到g1里面去 当它里面有改变的时候 那就帮我复制一份到这边来 然后另外当然同样的方式 那把combo bus 2的资料呢 复制到g2 所以把这一行刚才直接拿来复制 直接拿来改 这样子就ok了 所以把它放在g2 那这个combo bus 2 里面的资料 所以点test的话就是里面的资料 然后呢1放在g1 2放在g2 ok让它执行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选中月份好了 然后选1月份 那因为这边change的嘛 所以它会触发刚刚写的那两行 那就把什么呢 把这一个有没有 就是这个叫combo bus 1.test 里面的资料复制一份到g1 ok大概就这样 其实就是中间加个等号就可以了 把这个叫combo bus 2.test的资料呢 放一份到range的g2 这样就转移过来了 ok 所以呢以后呢 如果假设啦 你不会用那个之前讲的资料验证 你如果要用表单的方式做资料转移的话 用这个方法也ok 它也可以把这个名称放过来 把这个名称放过来 那如果你在change 音乐份 然后这个的话 再改一下 你会发现它又可以帮你做修改的动作了 那这样其实ok 那所以刚刚又执行了一个事件 这个 当这个combo bus 2.test的时候 那把这两个资料都做转移 那一样我会把那个 我写好的那个原始码 把它放在我们这个云端上面在这里 ok 所以其实将资料复制 复制过来 那我这边将资料复制到g1跟g2 g1 and and g2 ok 那写法就这样了 其实还蛮好理解的 那不过最后的话呢 顺便 再做一个动作应该就ok了 那可能有同学说 老师那将来如果要把那个表单叫出来 比如说我要填资料 那我总不可能说每一次都要在这个visual basic里面 然后打开某个表单 然后再按执行吗 ok它才出现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不可能说如果我要把这个表单给别人用的时候 那我还要叫它去那边开 那不合理嘛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希望 有没有办法在这边干脆做按钮 比如说启动表单好了 那这个启动表单就是按下去 把刚刚那个表单给叫出来 那我就可以选完之后有没有 然后就可以把它知道填一填 然后就把它关闭 这样感觉好像就是一个还蛮完整的一个填资料流程 好那怎么样可以把它附加 其实附加蛮简单的 也就是说呢 你就是要把这个叫 我这边叫user phone2 那你们可能叫user phone1 那你就是什么 后面加个点show就可以了 只是说呢 如果你今天要写一个按钮 所以特别是按钮 按钮还记得吧 按钮的话呢 我们之前写的方式的话就是 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记得哦 模组里面如果是按钮的话就叫sub 所以呢先第一步插入模组 第二步的话呢 你就写一个sub sub名称的话叫启动表单 叫启动表单 然后呢 直接就给他一个名称 名称叫什么 叫user phone 看一下我这个 我这个user phone1 我把它写成一样好了 所以我把刚刚那一段 再把这个补一下 因为这个user phone 这边少一个 之前好像只有复制一个 G2 然后现在把两个都复制 OK好 所以理论上应该都跟刚刚 所以我把它呼叫起来 所以一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2的话呢 增加一个sub叫启动表单 然后你就打一个叫user phone 1 后面加个点 点show 如果你点下去有清单 那表示你那个名称没打错 但是你点下去发现 奇怪怎么没有反应的话 那表示你可能user phone1 自拼错了 好 这样的话就OK了 那有一个sub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在旁边增加一个按钮 所以插入 表单控制项里面有个按钮 在旁边增加一个按钮 叫做启动表单 那把这个名称改成也叫启动表单好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 名称改一下 启动表单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那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地方的话 把它叫出来好了 OK 好 按一下它 诶 表单叫出来了 那叫出来之后的话呢 我就选一个中月份 然后选一个什么 1月 选2月好了 好 那你会发现 当它change的话 它资料就倒过来了 那你就可以把它关闭了 诶 这样就OK了 所以哦 再选一个 如果我今天是中星期的话 然后我要星期三好了 OK 好 那资料过来就把它关闭 这样就OK了 所以其实这个表单可以让你整个设计变得更有弹性 而且你可以在上面做很多的互动 这个其实一般就是所谓的UI User Interface OK 所以我再把重点再提示一下 第一个 我们刚刚第一个是就是把资料倒过来 倒到这两个G1跟G2的话 那我是把程式写在哪里 写在combo box2 这个2嘛 点两下 它会触发一个叫change的事件 当这个combo box2change的时候 然后把它的资料 复制一份到G1储存格 把这个复制到G2储存格 所以其实复制还蛮容易的 中间加等号就可以了 这个等号的话是把后面的资料 复制到前面去 OK这个还蛮重要 因为这个蛮多同学常常问 是我怎么样把某个地方的资料 把它的资料复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其实很简单就这样而已 OK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方便的表单 那按钮部分的话 基本上就是在模组 记得一定要把它写在模组 模组里面写一个User Phone 1.show 然后并且再增加一个按钮 这样子的话就OK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一定要模组然后启动表单 然后这边再增加一个表单 这样子就完成了 OK试试看好了 理论上我们这个两阶段的那个清单 原则上就先讲到这里 请各位先试试看